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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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不仅善于把握语言中的点点滴滴透露出来的情感 甚至还十分善于理财 十分精明 他们不见得善于言谈 却对语言十分敏感 他们不见得十分富有 却能够掌握自己手中的财富 而小拇指较短的人则不同 小拇指的指尖在无名指最上面那条折线之下 就表明此人的小拇指比较短 也就是说 他的小指没有过了三观 这样的人很难表达感受 或者是对自己的表达能力缺乏信心 不善言辞的他们 对于理财也不是很擅长 所以 往往他们的生活 在老祖宗看来是比较不如意的 二 这句俗语有道理吗 一般来说 古代人的看相也不是简单的一貌取人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相信 更不会流传下来 当然 能够真正懂得看相的人 却少之又少 多数是一些江湖术士 为谋求生计的一种方法 毕竟天下有 365行 每行是都会有人干去谋生的 虽然现在大多数人不会相信这个 但像术也充分反映了 在人们心中的影响 我国最早的像术 是用来像牛的 据史料记载 在以农耕为主的年代里 牛市主要的生产力 人们通过对牛体表特征 比如 它的毛发是否光亮或斑突 四肢长短 身形声音等等 就能判断出 一头牛的寿命 及干活的能力 之后 像术开始发扬光大 有像马的 像猪的 像鸡 像狗的 最后像术研究者开始观察人类 从人们的像毛 皮肤 手型 牙齿 头发 姿态 声音 行为 等等许多特征综合出的信息 大致可以看出 一个人的命运信息密码 这可以说也是古人的智慧 三 从手指看人一生命运 一 手指较长的手相 依照手指的长短来看财运 手指长而比直的人是那种善于动手 技术娴熟的人 胖可能是手艺人或工匠 倾向于依靠实际技能来维持生技 而非依赖于运气或投机的财富 然而这些人也常常表现出谨慎分析的特质 他们善于处理事物并能够从数据中找到关键信息 因此被认为是智慧型的人 他们勤奋 实践能力强 善于将理论付诸实践 这使得他们在与工作相结合时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潜力 比如选择从事银行 证券或者高技术产业 这些行业都能够提供丰厚的回报 并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因此 尽管他们可能不太可能通过一夜暴富来实现财富积累 但通过勤奋努力和正确的选择 他们依然能够期待着美好的财务前景 二 手指较短的手相 手掌长而指头 相对较短的人通常手向上呈现较多的肉质 手感柔软 这表明他们习惯于长时间运用头脑而非动手 比如长时间从事思考性的工作 他们的外表通常给人一种憨厚的印象 然而他们却隐藏着敏锐的商业头脑 外表憨厚 内心精明 他们不会被琐事困扰 但是在行动时却果断干练 他们能够迅速做出决策 并且敢于采取行动 由于他们天生具备良好的经营材料 因此他们非常适合从事实业经营或管理工作 然而如果手指过于短小与手掌的比例失调 这可能显示出他们具有懒惰的性格 三 食指弯曲 骨节暴露 如果你的手指弯曲 偏斜象征着劳累和疲惫 俗话说食指偏斜劳碌命 骨节暴露仇心人 这意味着这样的手指手刑 多数代表着辛苦劳累 不太可能享有富贵 然而也有一些人短时间内能够获得成功 但是他们需要注意保持谦逊 不要因为一时的成功而过于自满 否则可能会再次陷入贫困之中 因此无论何时都要紧急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 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的财运稳定 四 拇指 根据古老的说法 拇指代表着父母和祖上 拇指后时的人通常具有非常实际的金钱观念 不会将钱花在过分注重感官享受的事物上 比如华丽的衣服或美食 在他们看来 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消费 这类人对生活要求简单 为人物实 言行一致 不会耍心机 相反 拇指平而薄的人 则具有与之相反的性格 他们不喜欢没守成规 性格上可能有些神经质的特点 如果拇指又又平又短 这可能表明 他们在理财上过于谨慎保守 容易犹豫不决 这样的人可能会因为过度谨慎 而错失一些机会 甚至在做决定时显得优柔寡断 他们对于财务安全感的追求 往往超过了对于投资增长的追求 因此可能错失了一些 可能带来丰厚回报的投资机会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成功 只是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决心去冒险 与此相对应的 那些拇指较厚的人 可能会更加坚定地把握住机会 因为他们有着更为实际的金钱观念 和较强的决策能力 不过 无论是拇指厚实还是较薄 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优点和挑战 关键在于能否认清自己的特点 并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决策 实指 实指在首相学中 通常意味着支配欲 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 所以 实指较长的人 性格也比较顽强 相当具有霸气和野心 容易有权力 实指长到中指 性格偏强硬 爱出风头 财大气粗的性格 起伏较大 往往很难存的筑钱 这种类型的人 就算钱赚得多 花得也多 所以 这种人要节制挥霍 控制欲望和消费习惯 六 中指 中指是五根手指中最长的 而且位于五根手指头的中心 象征一个人的命运 中指如果生得过短 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现 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 和规范自己的情感 不然很容易做出 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 在金钱的投资打理态度 也是倾向于盲从跟进的态度 如果能获利纯属幸运 要是全盘皆输 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七 无名指 无名指代表配偶 和家庭关系 如果偏向于中指 表示你家庭的责任心很重 为家庭付出代价很大 如果偏向于小指 表示为晚辈子女付出很多 如果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 那便是喜欢赌博的首相 对于任何事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 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 赛马 玩牌 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即沸腾 眼睛也为之一亮 这种人的确对输赢 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 也喜欢投机性比较高的理财方式 股票 房地产等投资生意 会很乐意参与 但是并不表示有万全的把握 这样的人赶上极端的时间 会随便懂书整个家当 将会使自己落得倾家荡产 无名指第一结教长者多主 具有艺术修养 多才多艺 对艺术非常热爱 喜欢打扮 重视内在的同时 并没有忘记重视自己 无名指短小 则代表着对艺术方面 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前途 不学无术 做事情不修边幅 生活懒散 无名指第二结教长者 多主自身此人聪明懂事 具有经商的能力 做事情也是脚踏实地 若若第二结教短 则多主此人轻率浮躁 喜欢坐享其成 不切实际 无经济概念 无名指第三结教长者 对自身的声誉 今名望俱佳 虚荣心较强 若无名指的第三结教短 则不注意虚明 亦无进取之心 八 小指 小指代表子女 晚辈 如果小指特别的短小 弯曲 表示子女不给力 让你为子女操心费力 容易让你不能为子女骄傲 另外 小指还代表智慧 口才 艺术 又经常被相学家 称之为第二根无指 有许多成功者 几乎毫无例外地 拥有一根 比无名指第一指节线 更长的小指 如果小指长直顺 且圆润的人 通常有很卓越的办事 才能和社教手腕 如果小指低于无名指的 第一指节线很多 小指弯曲 那么这个人 无论是在运势或财力方面 都很难有所成就 好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